那次对我也很想看 触动大吗 触动大 你突然间发现世界最顶尖的 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种技术力量 你是连接在一块的 所以你就不会陌生 你就不会有一种那种隔阂 隔阂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世界底线的 我也见过就这样 对 就你连接过最优秀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就是他的一份子 他是一个圈子的人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 温染是把他们那种旗子 就他那个四色旗 对 在那个顶上还在转 哇 觉得好酷啊 这个公司 后想一旦 真的以后我有公司了 我要把这个旗子打在顶上转 你就把那小狗子 猛在那转 今天觉得走左边 然后又转在那边 这有讲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看去 你的伤心事是吗 伤心事 为什么对翻译这件事情 与原来本身的事情这么强烈的一个热情 这个东西从何而来 所以在这里面的讲 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通天塔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这个隐喻 这个象征 这个异象 对你这么强的一个吸引力呢 就可能你在内心当中还是更大的世界观 是对分和合之间的这种见解吧 你会知道 像我们以前我读一本书 是讲的就是欧洲思想史什么的 它说通常一个文明的爆发 是一个异族迁徙过来了 然后跟你原有文明在一个地方 工程一段时间之后 它这个文明就爆发了 杂交的产物那种 对 生命也是 父母亲一杂交生一孩子出来 对吧 所以你在你的大世界观念里面 你会认为两种不同东西融合 会产生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爆发的东西 它比我们发明电甚至更加的重要 在历史上是有它的位置的 所以从这种理想的东西 我开始回到这种现实 而是发现到现实之后 反正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了 因为正好是两个上市完了 我们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解放 第二的话 今天的AI赋予我们巨大的一个机会 真正认为未来世界长啥样 去做这样的一种构想 那搜狗会长啥样呢 在这种构想里 我觉得搜狗而言的话 第一个输入法 它就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那在AI里面 我在翻译里面 我会更达到这样一个投入 我会做更多的对话系统 然后这种问答系统 真的把我们的搜索和输入法 转变成这种做助理 医疗的问题问给他 他帮你做医疗诊断 法律问给他 他告诉你说 对不起啊 你这离婚案 这个事情我进入大数据分析 你这个数的可能会比较大 不是一个社会很强了 后来我理解说 当我们去写程序 去编程的时候 是把你的一种思想 开始通过你自己的一种 一种技术 注入到了另一个生命里去 就像你人生孩子 它是能继承你东西一样的 这个程序 它反映你一种思想 而且它能够在环境中间去产生反应的应对 对吧 我是觉得程序是有生命力的 听到那个阿富贵战胜 那个李世时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是挺兴奋的 我记得当时你的反应 我赚了好多钱 我其实大概在14年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CNN 就是叫做卷积神经元网络发明 就是深度学义分支发明之后 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 可以用来下围棋 所以当时我是跟清华一位老师 都在讨论说 我们做下围棋这件事情 但很可惜 我自己的三中心是不够的 对吧 没有老师听我的东西 所以一到到16年 突然间开始这个阿富贵 这个狗宣布 说要跟你支持比赛了 所以我就开始逼逼逼逼 这个发文章 讲说这个机器能赢人 有部分人就不信 对吧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就打赌呗 对吧 我内心想的 这叫收智商税 对吧 这文章写得这么清楚 你还看不懂 就包括当时这个头几篇赢的时候 大家讲这叫阿富贵 中排逆转 就是前半程下的特别烂 对吧 这什么傻气 到后面越下越好 所以当时分析说阿富贵 到后面是下的更好了 我想不是这样的 在阿富贵心中 一直就下的比你好 只是你看不懂 你觉得它下的烂 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有 中国都是这样一个理解的 所以在我自身是叫做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带路党 对吧 对吧 有人抵触它 我不是的 我跟它一会儿了 怎么用语言比较清晰的理解这种 比如阿富贵代表这种智能 最终它目标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它的智能会跟完全跟我们相匹配 或者说认为阿富贵已经超过我们了 但是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阿富贵到那会儿就已经说 你只要给它答案 它就能学习了 人在里面是往回退了 比如说我们做医疗的问题 说我要做医疗的AI 我的程序员是要懂医疗的 对吧 我要医疗背景 把医疗知识通过我的一种表达 我的一种逻辑告诉机器 到阿富贵的时候不需要了 你的程序员不需要懂医疗 你只要给它医疗医疗数据库 它自己就能学会 到阿富贵 Zero了之后的话呢 又进一步 连你历史数据都不要了 它可以自己去各种重演一部历史 去尝试 什么都不会 然后一点点的互相博弈 互相学习 最后进化到了今天它这个机器 就从上人类2000年的进化 阿富贵原来的机器 是把2000年的进化的结果都塞进去 阿富贵 Zero是从也不进化 你从不担心 他们所谓想象可怕的世界 这种机器会占上人 我觉得我们时代来了 我记得阿富贵赢了之后 我的一个工程师发短信给我 因为我之前就老在提什么 人工智能提智慧 对吧 然后觉得做一个程序员 更找到自己身边的意义了 然后我们当时在 大概3月8号吧 第一次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叫法定 搜狗的一个价 叫做狗胜日 对 看到了 狗的胜利 然后被网民有的调侃 有的骂 对吧 说阿富贵 你跟这跟你啥关系 人家赢了 对吧 你这阿富贵狗也有个狗 知道对吧 这叫狗的胜利 也是这个程序狗的胜利 然后的话呢 咱们往前走 对 这太好了 从头走两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楼 嗯 这四个是女生楼 这是女生楼 清华唯一的四度女生楼 在他们这旁边 你有没有 就是谈个女朋友 在这下面表个白啥 哎呀 说吧 没事小川 表个白 你女生楼去过 就已经觉得这个 已经跟去硅谷差不多了 感觉是吧 不不 比去硅谷 你更激动 哈哈哈 咱们和这边走一边聊 你行吗 聊聊女生楼 哈哈哈 我们导演素质都差 不是赖我 都都都都你这个影响的 哈哈哈 我那会的话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对女生的成绩特别看重 你对女生的成绩特别看重 对 成绩不好 这是不如我演的那个坏人 哈哈哈 我记得当时这个 他们那个我们97级这个 有他们一个笑话对吧 嗯 当时也是集训队的 你看今天可能够聪明对吧 然后总是我是他的这个mentor 是他的mentor 对吧 这个会会有通讯吗 因为我我指导他 嗯 然后还给我寄照片 嗯 然后就写信 不要给我掏近乎 哈哈哈 这个比达新华不一样呢 那么一声正气 一声正气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让我考核你的 对吧 你这是不对的 嗯 我打一我打二了我打二了对吧 为什么害怕呢 嗯 嗯 不是大学时候看的 研究社 是是是是 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 就第一个说我原来是用计算机的 或者是数学物理的东西 只是去解决一些物理和科学的事情 嗯 但突然间你发现用理性的东西去分析 这个一个人物的东西 嗯 就是社会背后 他有他的这种规律 他有他的美 你可以观测他 嗯 他的现象背后是有他必然存在的这样一套逻辑的 嗯 就把这样一个 我们原来就不感觉碰 或者说是这种 你觉得特别 跟理性没关系的事情 看着慢慢纳入到了一种 这种理性的思考框架里去 嗯 你一样能看他的过去怎么样 他的未来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讲是启蒙 嗯 他打开了我对社会的语言 只知道什么叫社会学了 嗯 就这个社会对你之前理解那些科学的世界 之间的这种更直接的冲击是什么 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或者这种理性去认知更大的一个世界 嗯 就平时我们看的东西来讲的话 计算机灵异的代码生成一个程序 对吧 那还是只是只是这个他被限制在了一个计算机里面 嗯 但是我们周围接触人 周围接触事 他背后都有规律 你说我突然发现一个你不可预测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这种不确定 或者你没法去认知的东西 嗯 开始慢慢呈现出他的一种规律来 嗯 这个后来我当大学很吃惊那个事 嗯 这个孙悟空是不讨女孩子喜欢的 猪八戒也讨喜欢的 他就说这啥情况 这个一个又懒 对吧 本事又不大的东西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所以你会真的只有你看到其他东西都反弹 之后你才发现说这世界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嗯 那你说你读到这个 你说对这个西游界孙悟空猪八戒的解释之后 对你的现实行为会有修正吗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你只是觉得很意外 意外啊 对怎么居然会这么这么小问题 就是女孩子会喜欢抓紧这事情 嗯 你还需要再过好多年 嗯 你才才才才能真正去领悟这些这些事情 嗯 逐渐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真的是 事后你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 嗯 对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的话呢 嗯 最早有两个公司和两个业务让我就就处于很震撼 一个叫做好123 啊 对 对我知道 我想你一个福建小伙子做的是吧 嗯 对啊 嗯 因为当时在搜狐里面觉得搜狐就是宇宙中心了 嗯 所以当时好奇 你想看用户从什么地方来到搜狐 一插着自己计算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搜狐用户是来自于叫好123的 嗯 我第一反应就是算错了 最终没听过什么东西啊 对吧 打开他一看 哇 密密码都是网址 对 丑陋无比 嗯 你就觉得是病毒吗 是什么搞错了吗 然后只有旁边一个小兄弟这个一个编辑走过去 对吧 说这个我知道啊 好123嘛 这我们老家都用它 嗯 就电信再给你这个装框在射成首页的时候 嗯 就会把它射成你的某人首页 嗯 哦 你才知道这么一个网站 简直就是你自己的研究生白读了 嗯 哈哈 对吧 嗯 我们公司的美工全全不需要了 嗯 因为在那边你知道它一个月能还能收入300万 嗯 搜狐在那边还是不赚钱的公司 嗯 嗯 翻新花一笔少一 好像还晚一点 嗯 这我都不知道没用过 它是一个盗版光盘 嗯 就是 你知道我们如果说用windows 你正常买是正版的 嗯 很贵啊 对 而且买回来之后里面是既没有office 又没有wps 也没有其他photoshop什么都没有 所以windows的话呢是我们认为一个就像一个昂贵的毛皮房 嗯 好业三的老板他讲说我们是一个免费的精装房 你拿着光盘装进去 盗版呢 所有你喜欢用的常用软件 都装进去了 拎包入住 嗯 什么都有 嗯 你说你用哪个 那这老兄的话呢是极度有产品精神的 当时我们跟他合作输入法的时候 他验证你输入法好不好 你要不好也不跟你装进去 他自己还有一个测试团队 要确保你的所有的这种软件的兼容性 运行性能最高 这个光盘这个复制出系统 在当时占中国电脑的70% 所以很快我们的输入法就变成全部国家人民都用了 嗯 那我们都用过这个 对 这肯定不知道 嗯 反正我相信你可能没花钱买过这么买windows 别这样 对 今天可能买了 早年间 没人买 咱们那时候没人买这个 对吧 对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会出现这样的角色 对 然后你发现这都在收服体系之外的东西 而且那是一个非常明确对对这种 清华北大那种基因主义的挑战 对 巨大 自以为是了基因主义的挑战 所以就当头鹤棒 嗯 后来我们提的叫三级火箭 嗯 就是指为了做搜索 嗯 用输入法 推广浏览器 这浏览器打开手也就收个搜索 叫三级火箭 在后面很出名 那就用这方法 对 但是我如果细想 这个三级火箭 其实是一个番茄花园 加上好一二三的一个合体 嗯 所以到后来找到了搜索去的一条道路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最难的问题是说要说服张上阳 嗯 要让他的这样的认知 能够去接受这样一 一种跟他原来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 但说服的技巧是什么呢 对 嗯 技巧我早就说服了 哈哈哈哈 对吧 嗯 所以很多事情只有当事情足够这种坏 嗯 然后大家在共同思考 这个变责通的时候 嗯 你才能提出一个这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来 嗯 是当时是我已经 提三级火箭被被被被被被视为异教学说 嗯 被边缘化了 嗯 最后最后管一团招的时候 嗯 就拉回来 老张想对这就期待了 嗯 你提这方法 他开始接受 你中间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没有过 哦 这是很有意思 嗯 是啊 对 可能也是这种 这种清华培养出来一种性格 就是 嗯 排除万难 对吧 就更多相信自己的思考 嗯 相信自己的创造发明 嗯 对吧 我记得当时收贵有几个副总裁 哇 挺有觉得好有道理啊 但会不对啊 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呢 嗯 最后发现说他有95%的东西 都不是自己原创 嗯 嗯 是来自于跟别人交流里面得到的这种东西 最后可能加工了5% 就成了 嗯 但是可能原来我追求的东西 是95%到100% 你就想自己发明一个世界出来 对 就未来这些世界长啥样 就构想 而且世界就是我的 我在中间要 要去影响或者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嗯 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嗯 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这种犹豫的 嗯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嗯 我们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你现在其实是使得中文 能够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语言 那现在这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近来说 最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员工是否有同样这么大的一种热情 嗯 是只把他们的技术问题去解决 还是只有这种大一种使命感 嗯 能够形成这样一种 就是给大家洗脑这些事情 嗯 管理上的问题 其实本身上这个管理上是你是有种对人尊重 说我是我你是你 嗯 我尊重你的每个想法 嗯 对吧 然后使得每个人成就每个人最大化 嗯 你天生有一种对对别人的这样一种尊重 嗯 所以之前说有的公司什么价值观考核 嗯 就是什么东西啊 对吧 什么性格测试 一种发生内心就是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植入到每一种身体 身体里面去 在这边我发现自己是有弱点的 嗯 他给你本性是抵出的 是啊 是啊 但是你知道没有这种公司 孙悟空干的那些事对孙悟空简直是个侮辱啊 你想想孙悟空这么一个自由自在 他这个free spirit 孙悟空 对 对 但是你自由想一向别人自由 对吧 但是你要让每个人都要说不管你是信不信 我一定要把你吸成我一样的人 对 这个事情对我讲是这个内心中间有障碍 嗯 那能克服吗 这种这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你更多来讲的话呢 你还是有种热情是希望别人跟你建立共同的一种认知 但是你不是通过一种这种强迫的行政的这种手段 你还是希望就是去说服每个人是真的是从内心中间认同这件事情 嗯 这个效率是低的 但或许是不是长远来看这效率反而有什么 是高的 这样的组织可能看起来会慢一点 但是它会运含出更多的创造力 会不会这样 因为各个的好处 比如说 其实我就讲说中国这两个公司一个阿里一个腾讯 嗯 对吧 阿里是强调这种这种价值观的一致性的 马云在战略上讲的话 他是靠自己的这样一种煽动力 会包括自己对未来这种威胁是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为了长啥样 然后同学们 你听我的 嗯 腾讯在讲他能给你一些底层的这样一些一些土壤 说这些土壤很重要长啥东西来讲 我觉得他心中不是有那么清晰的画面感的 他是共生的 更多是能够释放你每个能力 他两个帝国都很厉害 你知道我哪个都很厉害 我就看到腾讯就哇太厉害了 对吧 可能把阿里干掉 你看到阿里哇太厉害了 他也能够有自己巨大的这种生命力 绝对不同的两种文化 嗯 在性格上呢 你自己觉得你更偏向腾讯的文化是吗 我觉得我们更偏向腾讯 对吧 说阿里的东西你是学不来的 但这两制度到底随好随坏 今天是没有结论的 嗯 在公司层面 大家想法一致更有战斗力 嗯 但这件事情跟你原生的这样一种 希望每个人这种百花齐放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是自己挺难去摆脱的一种 一种能力 是不是你自己的一种 一种缺陷 或者这种这种冲突会让你不舒服吗 嗯 还好 大话喜有讲的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吧 这是你自己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角色 嗯 好像你自己已经这么一个力量无穷大 但其实在如来佛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手掌心里面 嗯 你还是有命运的这样一个 就不是你自己能随便去变动的 嗯 对吧 然后以及你还有被被注定一种使命一种 一种归属 嗯 对吧 甚至无能 嗯 像那种诗人讲到说说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嗯 对吧 我要这变化又又又又又干嘛 是这个这个 有时候你在伤感的时候 嗯 你回到这样的情绪里去了 那现在这种伤感的时候多了还是 嗯 跟最早的这么一种说是那种叫顿感的时候是多了很多 嗯 偶尔伤感一下 嗯 但是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文艺范儿的东西吧 嗯 是一种生活调剂品 嗯 你会感动 但是这种不解决问题 你会用理性来压制这个东西 这种这种东西 偶尔释放一下 就当你释放也是这种很美的事情 嗯 就像我们经常去这种是文青这种对吧 去啊 团局世界长这一样 然后我们去玩游戏 嗯 我们去看电影 其实都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是不真实的 嗯 所以后来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 我有很多分类的 嗯 我把我的各个应用装在里面 嗯 其中比如有一类 叫做太虚幻境 哈哈哈 什么东西 你给我说说什么是太虚幻境 比如说 视频的东西 嗯 音乐的东西 然后像一些小说的东西 它不是人物历史传啊 嗯 就是那种 非事实的东西 非事实的东西 这个基础的 但是这种非事实的东西 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故事性 让一种一种 真的以 就像毒品进去之后 嗯 你会有一种体验 这种美好东西的 嗯 但情感的那不是最真实的东西吗 这话没法证实 就是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嗯 就是不可证明 不可证伪的一件事 嗯 北大街校园比清华其实舒服 就是它的空间感比较有曲折 对吧 对 所以我记得在看《红豆梦》里面就讲到 潜艇是非常庄重的 嗯 对吧 里面的人就呆板那种状态 嗯 但它的后花园里面 嗯 有小桥 有种东西在 就是那种取得的 就是人性的利面就释放出来了 对 这校园风格也会决定一个北大和清华人们的性格都不同 对地理空间 对空间感给人带来的变化 但我觉得现在都差不多了 学校都很相似了 还是文化上的这个 我可见到人是不同的 嗯 新华学生是修自己 嗯 就是先想哎呦 我什么地方改进了 嗯 我哪边不对了 嗯 北大是先不管自己 先看天下 对吧 这个天下是哪边不对了 我去补他 都是别人的错 对 新华是先说我的错 嗯 北大是对这个世界的错 我就帮世界去打破它的 哎呦 这也没什么校园清洁 没感觉 干嘛就非得逛北大呢 不知道 他们需要补一下 补一个你这个又没清洁的东西 哈哈哈哈 补一个 对 他们认为可能会有清洁 懂了 对 你不能打消大家的积极性是吧 嗯 所以发现自己变成木偶了 对 被大家拎着走 对啊 你现在都挺习惯这样的 你要觉知这件事情 这是必须的 是 其实宋空也是老是木偶 木偶的医生 都是木偶 都是木偶 我不用木偶这个词 嗯 就是说你虽然自己是个生命 但是你在更上层或者下层生命当中 你扮演了一个 它的一个集合的载体 嗯 或者它一部分的角色 对 你就不能胡来了 嗯 所以后来我就简单来讲说 上层生命给你的东西叫道德 嗯 下层生命给你的东西叫欲望 嗯 那在这个道理上讲 你就是个木偶了 嗯 你是活在道德和欲望之间的 嗯 这两个都是你的两根线 嗯 好 待会把这个留在康复管理 接着跟你聊 哈哈 我有好多理论的 对 我发现真是理论多 嗯 哇 这完全是小姑娘的趣味 对吧 哎 我刚才想 我弄完那翻译器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我一直想在中国推个翻译讲 鼓励那些翻译特别好的 那些翻译家 为什么鼓励翻译家呢 他们对语言的贡献呢 他们把翻译的语言推向了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程度啊 我觉得 翻译家是人 是靠自己 嗯 你可找大一点 我就想大一点 翻译的技术 商业模式上的开拓 嗯 对吧 举个例子再讲 咱们现在发论文 对 也有英文写 对 也发到英文看路上去 嗯 怎么能够把科学研究的这样一套 一套论文的分享体系和评价体系搬到中国来 但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有这么厉害吗 现在在美国在生物科技里面 70%的论文中国人写的 AI东西50%中国人做的 嗯 我知道 你要建立一个新的科学语言标准 有价值吧 嗯 所以就使得一些中国人 嗯 可以用中文去写论文 用中文去读论文 嗯 我能解决的是一个规模性的问题 最后使得中国人掌握话语权 嗯 对 你刚说你说平凡一讲 嗯 我的意思是不要把它局限在指示说 一个人的那种个人贡献里面 嗯 这是咱们思维的方式不同 嗯 哎 那比如说就是从这个事衍生出来 那你面对一个新事物的时候 就是你的 去理解它的出发点 接近它的方式 这个这套思维训练是怎么 对来说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块东西 一个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 然后我会看哪些概念 它是构建的这样一个模型 跟我理念是最一致的 嗯 对它们的东西在趣味 从真来做判断 嗯 我研究生的时候 对我最大的这个启发 是建立了以生物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思考的模式 凯文凯利在写失控里面 嗯 他说但凡一个星球上 就出现生命了 这些生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覆盖到整个生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嗯 甚至改造它的大旗 我看到了生命 和我们原有理解的一种冲突 嗯 包括生命的有序性 从你的一个DNA 变成一个人的这种过程当中 经历了无数的混沌的这样一个过程 生命才能创造这种有序 但是这个事情而言的话呢 是我们传统的数学物理 是没法解释的 嗯 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 这套体系 文学的东西也解释不了 嗯 它是独立的一套的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开始 我建立了我自己完整的一种 一种世界观 嗯 然后欲望怎么产生 到时候怎么产生的 解决了生命的有序性之后 再开始看到这种发展轨迹里面 我们去看它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对吧 我们看它是不是命是注定的 有没有自由意志人对你来说 你觉得呢 你猜呢 因为如果说人没有自意的人会很害怕的 嗯 对吧 对 嗯 但是物理世界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就是有规矩在后面走的 嗯 你一提到什么程度呢 你觉得 我觉得我解开这问题了 嗯 是什么呢 又有又没有 嗯 也很无聊 你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 就像我们说这个光是波 还是粒子一样的 玻璃二相形的 玻璃二相形的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以我们现有的一种 普通认知其实很难理解的 嗯 但是更高预约世界里面 嗯 其实可以存在的 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来讲的话 叫平行宇宙 或者按照波特盖里出现了无凶多个宇宙 就是 薛定额的猫 嗯 猫是死来活的 嗯 那我们就要 因为它要么死了 要么活的 嗯 但物理学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它处于叫量子叠加态 它又是死又是活的 但这件事情跟我们 普通的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普通的世界你不会认为 怎么会出现两个宇宙了 怎么会有两个你了 嗯 但是理论可以可以等价于之前的 这样一种 那种波函数 嗯 那这种情况下 可以解释这个事了 对吧 这个梦我 你说你这说没事 没问题的 行 我相信我做物理学都说的噩梦了 只要存在着合理的东西 再小概率它都存在 只按照概率把它出现了 无形多个宇宙 这样的话能理解吗 嗯 就没有随机性 嗯 嗯 大概七吧 好 是讨论自由意志 嗯 你可能有八种不同的选择 或者八种概率的选择在 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有很多发生了 嗯 所以 你看到的随机现象 其实在它里面是 只是进到了不同宇宙而已 嗯 比如说这个 你一个是很懒的你 一个很勤奋的你 嗯 就懒是懒的一个结果 勤奋是勤奋的结果 嗯 都出现了 然后你特别努力的时候 那可能能够通过一种意念 让这个量子没有做这种选择 没有到一个懒的你 最后就只剩情分的你 也选择到这个路径去了 嗯 所以这情况下 你是可以有自由意志的 因为这些世界本身就平宇宙在分化了 嗯 嗯 就物理规则并没有限定 它只能走一条道路 那没有呢 没有更麻烦 嗯 没有我们再要看几个实验 行 来 被折磨死 算了 来 来 小船 进来 在物理学底层里面 我们一直没有证明 时间究竟是什么 嗯 对吧 就是英国 英国在我们从康泽戴的 哲学里面 他说 只是认知世界一种方法 嗯 没有英国 我就不知道怎么认知这些世界了 嗯 但是真的英和国到底是什么 是先有英还是先有国 什么叫先什么叫后 嗯 就是时间在先后里面 你看不见未来而已 也许后来是注定的一个结果在这 只是我们为了懂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从头看懂 就是我给你一个电影的MP4文件 嗯 movie 给你看 这些movie 其实所有数据都写在里面了 嗯 但是如果让你随机看 或者倒着看 你看不懂而已 嗯 人的认知使得你只能顺着看 嗯 这是因为你的记忆力 是跟着跟着这个 所谓时间的前面相关的 对 你后面都你记不住而已 嗯 大量的物理底层的实验 其实并不支持 时间是单向的 先要发生什么 后发生什么 你可这么看也行 如果物理规定 所以我们倒过来看就倒着看也行 嗯 只是人不太习惯而已 嗯 那比如有这个视角来看待你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个未来已经注意到那个地方了吗 就是说你现在出现这个事情它有它对未来的意义的 这目的已经在那了 嗯 因为有的目的出现某种迹象 嗯 使得你 使得你每件事情的这个做的过程当中都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 嗯 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的 你人 就拉它一下 对吧 所以一个震动 它其实会影响到后面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嗯 这是注定一个结果 只是要出现这个事是符合一个物理规律 那偶然现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完全就是因为平宇宙嘛 有多个宇宙啊 嗯 就是跨到另一个维度 为另一个宇宙 这个世界上是从当前往后看 嗯 是可以分成无数个宇宙的 嗯 对吧 但是我努力的让它到一个好的宇宙里去 嗯 让其他宇宙的概率减小 嗯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就是无数个过去到现在的 嗯 这不是只有一个过去 你可能好多个过去 只能记得一个而已 嗯 或者过程中间你没观察到就没了 嗯 你只记得这个结果长得怎样 嗯 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是多维的说 第一个从三维到四维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 你人命是注定的 嗯 但是你再多一个维度之后 嗯 你就开始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对 再回到就说 你这套 就是思维方式 最重要的缺陷是什么呢 它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是什么 挺自圆其说的 那任何的是 如果你 你这种理性出发 任何地方都自有其缺陷吗 它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物理实验 嗯 和我们的这种 各种看到的神迹的现象 都是能够一致的 嗯 也许有些物理世界上发生新的认知 跟这个违背 就可能被推翻掉 到目前为止没有 嗯 那这里面你的生活中那种 不可解释的部分吗 有吗 还 你认为你都可以解释掉 都可以解释 都可以解释 这样的 真的啊 对啊 解释一个人 解释一个国家 解释什么都可以 没什么难度 嗯 就是你不觉得人内在有一种很奇妙的无法解释的神秘性 复杂性是完全不可能解释的 就是说 背后它都有它的规律和道理在里面 嗯 像有种说法 就是宇宙的本质是量子纠缠 量子什么 量子纠缠 这不是一个现象 是这个组成宇宙的最基础的这样的物理法则 嗯 就是说世界上有存在原意义吗 就是活着 活着就是原意义 对 最原意义就是 你看这种特别好 你看 没了 这是最根本的意义 是